男子匆忙跑到派出所急着报案 他向原警说 代步工具机车不见了 但才坐下来 年轻原警却发现 眼前这名男子怎么这么眼熟 跟刚刚抢案的嫌犯好像 时间回到当天下午1点左右 高龄80岁的老妇人外出散步 嫌犯锁定目标 尾随在后趁机下手行抢 随后丢弃作案的机车 但却忘了自己原本的机车停在哪里 才回到警局报失窃 那行抢妇人之后 他随处就弃至失窃的机车 到了晚上 他发现他忘记 自己的机车停在什么地方 那向警方报案说 他机车不见了 承办人竟一眼认出 眼前报案人就是抢匪 加上身上背的包包 跟行抢画面中是同一个 报案人的鞋子的款式 跟抢案嫌犯也是同一双 比对外形警察才刚开口 男子就坦诚犯案 消息男子说 大零工收入不稳定 缺钱才动态念行抢 但犯之后 忘了自己机车停在哪 只能请警察帮帮忙找车 自投警网的抢匪 让原警都还没走出派出所 就宣布破案 记者陈嘉明受想 新北市报道 新北市报道 5月8号 此知名 高卨市报道 小博市报道 那原警都还没走出